好,我们先找到那两个函数的地方 就是在这个itom.js里面 添加到购物车和从过车删除这两个方法 我们需要的需求是什么呢 是点击按钮的时候 如果执行添加的购物车 我们就打印一个添加的一个日志 如果是从过车删除 我们就打印一个删除的日志 虽然说没有提到的服务端 但是我们通过打印呢 也能模拟出这个日志 到底是该怎么一个逻辑的执行 这样的话呢 其实我们应该是能想到 我们之前讲的这个装饰器模式的 就是说我直接log 然后add 然后这儿呢 直接log delete 就可以了 就是按照我们传统的模式 我们应该是什么呢 应该是我们在添加的购物车的时候 我们下面blablabla写上一堆代码 请求日志 然后删除的购物车的时候呢 我们下面blablabla写上一堆代码 然后请求日志 但是呢我们通过这个装饰器模式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通过这种语法 来实现这个log的这个添加和删除 但是呢 我们这儿先不保存啊 保存之后 它可能会 它就会报错了 因为我们的log还没有定义 大家想象 这个log添加的质 应该是一个什么 应该是一个通用功能 对吧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 代码文件下面 我们建一个叫 UTEOS的一个 一个文件夹 就是工具 然后在这里面呢 我们新建一个 log.js的文件 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去写我们的这个装饰器 好装饰器的语法呢 我们之前也都讲过了 我们这儿呢 就不再去详细讲语法了 我们就一边写了一边说 Export返回一个函数 然后把type给它传进去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要传 add和delete对吧 把type传进去 最后还是return一个function 因为什么 因为这个ES6或ES系统的装饰器 它最终要的是一个函数 所以说我们返回的 只能是一个函数 然后函数的参数呢 是比较固定的 target name 然后这个descriptor 该怎么写呢 我们看一下 然后ordervalue 复制称 descriptor的value 当前的这个值 对吧 然后呢 descriptor叫value 复制称 大家想一下 这儿获取的这个value 到底是什么 应该是这个 这个函数 或者说 这个函数 对吧 这个我们之前讲过 我们再来重新一遍 然后我们先获取ordervalue 然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value 做一个复制 就复制成一个新的函数 新的函数呢 然后我们把这个值 在这儿给打印 再次统一打印日志 直接打印出来就行了 日志上报 然后我们把这个type给它写上 到底是add还是delete 接下来呢 是执行原有的方法 就是return oldvalue.apply this 把参数传进去 就可以了 当然最后我们要 返回这个descriptor 好 这就是装饰器模式 这就是那个装饰的方法 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儿保存一下 然后我们从item.js的上面 获取到这个log 因为它是expos 它不是expos default 所以说我们要通过这种语法来获取 这样的话 我们再做一个保存 应该就可以了 我们获取log函数之后 我们通过log去执行add 或者说执行delete 它最终返回的是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是符合这个es6 或es7装饰器的这个语法要求的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函数执行 做了一个统一的处理 同一的处理里面呢 我们把这个打印日给加上 保存一下 然后看一下 运行完美出错 我们试一下 我们点击一个加入购物车 大家看 这儿有了是吧 然后再点一个删除 好 也有了 再点一个加入 也有了 再点一个删除 也有了 OK 就说明这个日之上报的功能 就已经完成了 好 那这一节呢 我们就选到这儿 到这儿呢 代码就已经基本完成了 我们下一节呢 我们会总结一下 代码中我们到底怎么用了 我们之前说的那些设计模式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